好了,回來了 講一下一件 也沒有什麼公共意義的事情 不過我自己的觀察 很有趣 昨天就講到傳記 有一個人進了你們的留言 這個就叫 Danny Wong 這個沒有什麼公共性的 不過還是要講 其實昨天講到傳記 有人說,為什麼要撐橫撐他 你不要開眼說謊撐了 我星期日吃完 兩隻善輩 58元 油料129元 合理什麼? 我有單可以證明 我就告訴你 這就是香港 現在很多人說 The city is dying 的真正原因 其實我有一個朋友 昨天看到一個朋友 他說,香港不是Dying 這個 city不是Dying 是死了 我認為香港還沒有死的 我都要說 說香港死了的人 就太悲觀了 我也要說一些正能量的事情 但是 你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開始有問題 有些事情是要 說回實際的情況 所以你去新界吃海鮮 去三聖或者西貢 或許是去樓浮山 其實 消費要有一個指標 我認為是 其實什麼是貴價海鮮 你要教人們什麼是貴價海鮮才行 不要人們吃貴的東西 叫貴的東西 然後就說你騙他 還有 你老是去吃扇貝 叫兩隻扇貝 這個真是經典人物 Danny Wong 我是很認真地說 這個Danny Wong 我不知道是哪裡來的 不知道是否是蠻融 很可愛 也感謝周蕭你的支持 非常感謝你 那麼 山眼就說兩隻扇貝 五十八元都貴 他郵料收了一百二十九 他就是罵這個樣子 覺得很不划算 問題就是 現實就是 他有加工費 你去吃海鮮 你自己帶海鮮去吃 他就有加工費 也感謝周蕭你的支持 很感謝你 喏 即是 我也說了 現在香港 這個真是香港的問題 你 喂 有沒有搞錯 你吃兩隻扇貝 別人收你一百二十九元油料 其實根本是很正常的 因為別人有工資 對不對 我先看看 71 還要吃之前 知道價錢 不要吃完而不貴 就是了 W吹吹就說 吃海鮮要預算 五六百元一個人頭 Kokimi 沒有其他吃什麼 他說 兩隻扇貝 五十八元油料 一百二十九元 合不合你 你只是這樣說 他說他有單位證 我有單位證明 我說他真話 其實說真的 我是第一次聽別人說 他吃海鮮是吃兩隻扇貝 I'm sorry So sorry 那 平靜平安就說得對 油料一向都有最低消費 你弄五隻扇貝 油料都是一百二十九元的 我也很老實說 你弄十隻 他的油料都是收你一百二十九元的 全記應該是 不過他是有最低消費 他有說的 但是他的價錢盤 我不知道 老實說 但是他們傳記比較公道的地方 就是 他是寫明要加多少錢的 油料是 那麼 生眼就說 吃兩隻扇貝 可能一隻扇貝很大 通常都是吃六隻 其實你去叫一個送 你會不會就這樣叫一隻扇貝呢 老實說 是不會的 即是加工費是寫明的 加粉絲也要加三十 Percy Wong就說得對 丁丁說西貢最貴 其實 根本不算貴 我的看法就是 不算貴 其實真的不算貴 那麼 Rayman Lee 說 是不是全部東西 這麼多東西一起的油料 我不知道他吃多少 他說有單 當然沒有放單 他留言了 我回應一下 這些就是 城市是死定的了 明明這些東西是正常的東西 你都要說到不正常的東西 那些不正常的東西 就要說到正常的 你老尾 就是這樣 可以不可以的 你 喏 那麼 Keef Yung 說 帶走他也要收你開瓶費 切蛋糕也要收你切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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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碼實價 你覺得貴就自己回家吃 那就是這樣 對不對 對不對 對吧 那麼 HS 說 蒜蓉粉 蒸爐不用錢嗎 其實 全部都要錢的 你說合不合理 真的跟我說 我叫兩隻扇貝 58元 油料129元 合不合理 我心想 你叫兩隻扇貝 已經很不合理了 真的認真地說 平時有沒有人去吃扇貝 是剩兩隻的呢 真的很肉酸 對不對 閉雨家人就說 吃得這麼肉酸 不要吃了 青草就說 吃開茶的當然是鹽貴 多餘 其實太離譜了 F森就說 加工費寫明 人家是寫得明的 要付多少錢 也要多謝Dini張你的支持 明央就說 香港消費很平民 還要complaint 其實 就是很少而已 Line King 88 就說開平費 如果喝一半 難道只給一半開平費嗎 問題就是 其實 你的量是太少 他那個扇貝 如果真的只有兩隻 他收油料 129元 我差不多可以很肯定 你弄五隻也肯定是129元 你弄六隻也肯定是129元 你弄六隻也肯定是129元 他正常的量就是這樣的 你不會弄兩隻的 大哥 你瘋了嗎 Sandy Wong 說放題就會吃兩隻 KLK 就說不想給加工費 可以生吃 開也要錢的 扇貝 扇貝不用收錢 扇貝也要收錢的 大哥 是不是 就是 Persy Wong 說 吃海鮮的價錢都差不多 看看吃什麼海鮮 但是你有什麼理由可以有這樣的留言 如果有些人是這樣說 你不要開眼說謊 我心想這個城市真是死的 如果有很多這些人 是死得的 因為這些人沒有常識 你去吃海鮮 你不會叫他做三隻蝦給你的 我要撈三隻蝦上來 就是好像 以前我記得TVB 有一套劇集 做五隻蝦 撈五隻蝦上來 叫做海鮮店 那套好像在 在 忘記了在哪裏 忘記了在哪裏 好像 那套劇 忘記了 好像叫做美美情緣 好像叫做 做五隻蝦上來 你老妹 哪有人 吃五隻蝦的 對不對 Ritter Yaman 說 我們叫十幾隻大鮮 當然 你起碼也要一人一隻 你兩個人 我不是兩個人可以一人一隻 兩個人去吃海鮮 你如果要便宜的 你當然要吃套餐 你老妹 對不對 Man Pooh就說 油料是什麼意思 油料是加工費 其實就是 油料是加工費 其實就是 那馬王就是這個人 真的吃米不知價 其實 問題就是 你沒有常識的人 現在在狂鬧 有些混蛋 是 你有些常識好不好 對吧 Krunny就說 在家裡蒸一個包 是用這麼多柴火 蒸五個也是用這麼多柴火 沒錯 喂 如果是蒸東西的話 就是這樣說 你蒸兩層和蒸一層的話 它不是雙倍的 對吧 對不對 就是有些東西 App Mom就說 叫兩隻都很肉酸 而已 根本就是 是這樣的 Truth Orc就說 拿回國內加工 其實它還說我針對內地人 其實我沒有針對內地人 我一定要講清楚 其實我早就說了 他們這樣吃貴的東西出來 投訴 是另類原庫 其實節目是講得清楚 我不是盲撐傳記 你還要說我盲撐傳記 這根本就是狗說 那麽就說 煮一隻雞蛋六分鐘 煮五隻雞蛋六分鐘 這是小時候的數學題 但是 李魯美弄兩隻 接著 還跟我說 我有單可以證明 你有單可以證明 你七分鐘而已 不是證明傳記有問題 李魯美 真是 東莞就說 早前去郵堂 兩百多元一斤長腳蟹 過幾天再買四百多元一斤 這些就叫做海鮮架 其實你吃過海鮮的人 你都會知道 價錢根本是浮動的 現實就是海鮮是浮動的 也感謝VDTAM你的支持 很感謝你 Karen Chen就說 吃扇貝怎麼都要半打 不是啊 她叫了兩隻 所以不是說 City is dying 就是這樣 不要看那些視頻 有些人覺得在廣東可以 買菜可以切片 買一塊豬肉可以切片給你 然後才算錢 你老美 這些 真是老實說 這些是說謊 香港的豬肉 香港根本就是不同的 跟內地有些事情 就算是內地都不會 每個人都說幫你切片也可以 就是 還有 買魚又不是可以說 你喜歡要魚頭也可以 要魚尾也可以 他切一塊給你 其實有很多都不可以這樣買 現在是 現實就是 河虎就說 他還要拿這7個東西出來 真是笑死 那佐特就說 街市買三五隻蝦 別人都當你玩東西 你吃蝦當然是一斤起跳 你老美 就算不是一斤都半斤起跳 其實就是 是不是 那東莞就說 我老公吃 扇貝要吃六隻大的 他叫了兩隻 這個人 我都覺得 City is dying 根本是太多傻狗 Happy Wonder說得對 你太多傻狗的人 City就死定了 哈哈哈哈 就死定了 現在就是傻狗有話語權 還要出來說 肯定有問題 傳記症 你是不是傻了 哈哈哈哈 什麼都死了 你叫兩隻 說真的 他收你油料 都是最低消費 肯定是129 他的加工費最少就是收你這個 他不會收多你的 肯定是 那麼 收捲就說 講講去吃海鮮 平時開去旅遊門 一家茶餐廳 吃 底又好吃 四百鬆一點 六款海鮮 加雞炒飯 可以再加之可樂 我不知道 哪裏 Mark Wong就說 現實是國內加工費 比香港便宜很多 但是 香港店鋪如果標明價錢 就是願者上吊 不要吃完 就在這裏 咫咫咫咫咫咫 其實問題就是 別人寫得明白 嘛 你也知道價錢 其實 你說香港是黑店 你也瘋了 別人寫得明白 你沒有看清楚 你說有些是否誤導 譬如說 跟便兩 那些 就是標的價錢 最初告訴你 是跟的 你收錢的時候 收你兩 那些當然是混蛋 那些藥房 那些要譴責 但是別人不是 人家傳記是有一本寶 他有一個 名單是這樣的 好像一些Excel 試算表 你加工什麼東西 多少斤 然後那個 油料加工費 是多少 還有你怎樣吃 又有不同的價錢 其實是 別人都寫得明白 別人都寫得明白 那你說什麼 對吧 Vincent Lang說 根本亂說 有沒有去過都成問題 其實我告訴你 有些事情 現在 現在是很多人 在小紅書Facebook 不斷抹黑香港自己的 老牌餐廳 你根本 你是不是做其他餐廳的 東莞就說 我不會裝闊佛佬了 一定問他幾次才叫 我是會問的 他們 我去餐廳有一個習慣 其實很多人 都有這個習慣 別人介紹 當日吃什麼都會問一下多少錢 因為如果你不問 就任他收 現實就是 你一定要問清楚 那 Man Lang就說 又要吃魚翅 又想給街邊碗仔翅的 價錢 這些人 應該叫他吃雞包翅 哈哈哈哈 叫他吃雞包翅 哈哈哈哈 那麼 小龐蝦就說 我就算不是經常吃海鮮 都不會無知到這樣 兩隻笑死 我就告訴你 這些人就是 社會死的原因 他覺得可以叫兩隻 哈哈哈哈 你老美 嘍 有沒有去過傳記 Paxing Warman 我是有去過的 不過近年是沒有 當然我幾年都沒有去 當然我幾年都沒有去 我記得我 2018年 我就有去過一次 但是我很便宜 我是叫套餐 我一定要說清楚 我是便宜 我是便宜 我是叫套餐 我不是吃貴的 那麼 有什麼問題呢 你封劍由人 他做生意 就是封劍由人 是不是 東莞說 周潤發說吃雞包翅 周潤發說吃雞包翅 就是叫人去死 不過這個是 是千皇群英會裡面的 那麼 輝人類命共同體就說 明馬實價同手無欺都被抹黑 是啊 這個就是很瘋狂的 其實 你說合不合理的油料費 你不合理就不要吃 其實就是 很簡單而已 是不是 那麼KKXL就說 等於打八號球 茶記 酒樓寫加二 打風坐的士 加付加費 都有問題 我看到那些人 加50元都在吵 看到那些人 其實 你加50元都在吵 就是 香港為什麼會死的真正原因 你那些人沒有常識 嘛 其實 打八號風球 我講過真話給大家聽 以前我搭小巴 那些紅車 它馬上變成平時價錢的雙倍 你也要坐的 打風就是這樣的 這些是 你在社會裡生活了一段時間 你就會知道 那個社會 是不斷的 都是有這些規矩的 紅車 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經驗 我小時候 八號風球坐紅車 就是平常價的一倍 那你坐不坐 你當然是照樣子坐 沒有車坐 你一定是照付錢的 對不對 清楚就說 試過打八號風球 小巴加30 其實加30也很合理 因為他沒有保險賠 他炒了車沒有保險賠 對不對 他加錢 那 喂 這些是合理的 你在社會裡生活了一段時間 你就會知道什麼東西是合理 但我發現現在社會很多人沒有常識 收多你50元 還在Facebook罵人 喂 你有的士坐好 多謝的士大哥 喂 要這麼受氣嗎 喂 他也不用這麼受氣 好老實講 你想想香港是什麼社會 就知道 他也不用這麼受氣 喂 這個世界 你都要知道什麼是合理 什麼是不合理 其實 你不要每樣東西都要跟深圳比 哇 撐你的肺 香港怎麼這麼貴 深圳也是一半價錢 你老命 你在香港賺多少錢 深圳的人賺多少錢 你自己先說清楚 有些事情 喂 你真的不可以 強行把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說得是合理 把一些合理的事情說得不合理 這些人是不合理的 是不合理的 這些人是 那 Karen Chan 就說 那單北京客收600元一輛車 進機場就有點過分 就是這麼說 其實你說 是不是很過分 我的看法就是 你可以不坐的 老實說 你說是不是黑的 你去到 打八號風球的時候 說句真話 你所有交通工具 其實大家都知道 是不會根據那個標去收費的 亦不會根據平日的價錢去收費 大家都知道 除了港鐵 如果港鐵繼續開 就繼續 明馬實價 港鐵一向的收費 就是收你的錢 如果巴士去開的話 也是 但是問題就是 別人做小巴 做的士 他賺命搏 他炒了車 他很嚴重 對不對 其實根本 收多一點錢 其實根本是很合理的 我認為 這套號就說 加多50元少了 其實 問題就是 加少許 根本很正常 就算去機場600元 我都說 我不知道去哪裏 但是 正常由九龍去機場 都要300元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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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雙倍 我說九龍 他隨時 我不敢肯定 北京客人好像在港島過去機場 你在港島過去機場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看 你在港島過去機場 其實我試過坐一次 要約400元 那麼他多200元 是多你三分 是多你一半 其實也不是不合理的 對不對 其實 少得不得了 這些好笑的 就是 租銷就說600元去機場多合 我也認為是 就是 我也認為是OK的 那 Caren Chan 說 因為現在唱的的士攬收車子 變了不跟飆收 就是來天台序 不是啊 我試過有一次 我趕時間 有一次 我在 在哪裡 在太古那裏 我叫他用最快速度 去荃灣 叫的士司機 接著 當然有提示 有些事情你一定要說定 你會最快速度 我趕時間 多給100元 這個時間可以去到 他說可以 那你就馬上車 是不是 我覺得 沒問題 是不是 Ester Wong 說 要求 8號平常收費的人 都應該在8號封卡 平常開工 不是 社會沒有什麼常識 現在很嚴重 很嚴重 那些人覺得老奉 8號封卡 不用做嗎 你們都要做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究竟知不知道 社會的規則是什麼 平靜平安說 我坐短途的士加50 我馬上說OK 外面大風大雨 Karen Chan 說 不過給人感覺 有些湯油客 又上了新聞觀感 不是太好 問題就是媒體的人 強行做出來的 其實根本 現實你根本可以說清楚 合不合理 本來都是400 如果車資 接著收600 那有什麼問題 我真的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對不起 我的看法就是 也沒有問題 對不對 W 吹吹說 不過分 別人沒有保險 Vincent Lam 說 乘客主動加錢 不屬於犯法 那當然 你可以叫的士司機開快一點 給他多一點錢 以前就行 現在不知道 現在可能要多加很多 那 Keyf Young 說 一句都說了 窮人不要坐車 學我坐11號 其實 社會的規則 就像去吃海鮮 你不可以逼人來收茶餐廳價錢 你老闆 你不要當別人是自助餐才行 別人寫明 你當他封頂也行 你傻的嗎 河虎座 因為是遊客 所以可以做新聞 我就告訴大家 一件事 這個城市死的 就是媒體搞死香港的 還有一些傻人 根本 他根本都不知道 那個規矩是什麼 他就強行說你屈他 怎麼屈他 我沒有屈你 是這麼多錢 就是這麼多錢 根本都不是不合理的 那 Jeff Young 他就說 他有選擇權可以不坐 坐完再鬧 就是 用到盡心態 是啊 有些人很離譜 是很過分的 香港藝民就說 打風你可以說司機貴 但是不可以質疑收費 因為別人沒有保險 還要用一條命搏 就是這樣 Ben Tonny 說 2019年我坐的士 都加40元 最厲害的時候 喂 那時候的士很慘 分分鐘 你叫他進去一條街 他可以的士卡在裡面 你卡在裡面 那些客人很賤 那些客人 當然你不可以說他是百分百錯 其實 這是社會共業來的 2019年的時候 我見過一個這樣的情況 很慘 那的士司機進去那裡 就被一些暴動員封了一條路 接著那個客人 看到封了一條路 當然不對 立刻下車 立刻給錢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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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的士司機 又不可以說 又不可以說 不讓客人下車 結果那的士司機 就塞在那裡 塞了一個多小時 喂 很慘 有些事情 其實你也要明白 社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才會有什麼情況 對吧 大懶人就說 有意外大事大戰 外國Uber也要收貴一點 就拿 那周少就說 那位小姐說 給600元都可以接受 其實 我認為600元都可以接受 如果從港島去機場 我不是要這樣坐 我要先說清楚 但是我認為 600元由港島去機場 都是合理的 根本不是什麼問題 Lang King 88 說 這些人是沒有常識的 現在大件事就是 越來越少人有常識 那城市是死定的 清草又是同理心問題 當然是 今天的主題 大部分都是講同理心 根本 他自己根本都不知道 社會是怎樣運作 跟著 就說這樣不公道 怎麼不公道 問題就是 你根本是這樣的 這些事情是有規矩的 對不對 對不對 Mark Wong 又說 早幾年 幾十個大學生 餐廳隊 去吃大排檔 吃了脾氣的食物 又在那裡喊貴 原來叫盤龍線 又分開叫熟 最嚴重的是 那一宗 其實 他不是叫例牌 他是叫加大 他那宗大學生餐廳 其實大排檔也是有常識的 你只可以叫例牌 你叫兩個例牌 你不要叫加大 其實是不能爭辯的 你例牌是多少錢 你叫兩個就不用爭辯 他們那些傻子 那些大學生也是沒有常識 不好意思 我也不想這麼說 不知道是中學還是小學 他們餐廳隊 是沒有常識的 為什麼 他們大排檔 第一個常識就是什麼呢 所有菜式都只可以叫例牌 以及沒有寫價錢的東西 是不可以叫的 這些常識都沒有你做什麼大學生 那時候我一看到我都會生氣的 你怎麼搞的 你做大學生這些常識 這麼簡單都沒有 你去吃大排檔 第一件事 他介紹你 你要問多少錢 他介紹你 你沒有問多少錢 他就任他收 大排檔是這樣的 這是常識的 這是常識 這些東西都不懂 你怎麼做大學生 對不對 那 人次郎牧村就說 吃魚蝦在香港人均 600-800港元 因為後天訂了李懸門 所以香港就馬上吃飯 差不多 其實 600-800元就是普通的東西 上次為什麼會搞到二千多元 就是他吃貴的東西 就是這樣 好了 算了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 我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演唱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